要如何陪孩子挑选第一件内衣呢? 他是不是有分阶段 那应该要怎么选呢? 因为现在饮食的习惯受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孩子在发育的时间整个都是提早了非常多 所以家长需要随时的掌握孩子的发展状况 小朋友的发展真的只有一次 所以选择第一件内衣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会影响未来的凶行是非常的关键 剪裁是否适合 还有他的材质是不是轻敷的 而且不过敏 这些都会影响正在发育的女孩子的感受 嗨,大家好,我是Niko 我女儿现在是6岁 现在是上国小一年级 会那么早想要让我女儿去接触成长内衣 最主要是希望她可以从小慢慢去习惯穿内衣这件事情 老实说我自己小时候是没有非常勤劳在穿内衣的 所以加上驼背的这个问题导致胸型有一点点走震了 那后期矫正呢 或是让原本没有穿内衣的习惯的小朋友啊 她就会特别的没有办法去接受 如果你的孩子呢有主动询问想要穿内衣这件事情 请各位爸爸妈妈们呢 要很开心的带她们去挑适合的内衣 好的习惯呢需要慢慢的养成 每一个孩子成长的发育期完全是在不同的时间 那正在发育的女孩子啊 屁屁点会真的比较容易敏感 轻轻的触碰到或是一点点的小小的摩擦 就会非常的不舒服 或是说穿衣服就会有击凸的状况 那穿上少女内衣的话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了哦 买孩子的内衣啊 建议的话一定要到实体门市去购买 这样才可以让小朋友亲自试穿 戴莉贝尔呢对少女的内衣是做的非常的用心 有设计长版跟短版的胸衣 针对呢每个阶段适合内衣都不一样哦 孩子使用的产品家长一定会更顺势她的品质 那请各位爸爸还有妈咪们可以放心 因为他们家的全部都有通过SGS的检测 也完全没有重金属无荧光物质 所以呢敏感肌肤的孩子穿着也不用担心哦 像我女儿现在是六岁 她穿着的话就是低阶段的发育触痛期 她的材质呢非常的柔软细致 这样子才不会摩擦PP点 PP点的部分呢是比较敏感的更需要做好保护哦 透气度呢是绝对一定要够好 因为小孩子呢在学校运动流汗 就会必须要挑选透气度是最好 还有稀释立场 前胸的部分设计呢双层护胸 厚度的话只有这样子一咪咪而已 所以穿起来呢是非常舒服有安全感 完全不需要担心有闷热的问题 现在的少女内衣都好漂亮哦 不再像以前是那种纯白色还有小花边的 现在的款式呢都可以直接当成是小背心 而且她的颜色超多可以做选择 现在的小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 专利Y型健康袋 这样子更可以分散肩膀的压力 也不会把肌肤啊勒得很紧不舒服 而且啊可以避免挤出腹乳 腋下两边呢有双折加宽包覆 让腋下不会有过多的摩擦感 也不会有卡卡的感觉 可调整性的肩带 可以依照自己的身形 调整适合的长度 使用弹性肩带啊让舒适度更加分 这件内衣里面有隐藏的弹力带 可以呢支撑刚发育的胸部 也不会压迫到下胸是非常的舒服 在每个阶段呢都有适合穿着的内衣 所以一定要记住哦 所有的内衣在一段时间要做定期的更换 女生的胸型照料真的很重要 而且是在成长发育的孩子啊 挑选第一件的内衣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啊也是需要给予孩子正确的穿内衣观念 少女成长内衣可以到戴利贝尔的实体门市购买 建议大家呢先预约好时间再前往四川体验哦